谢宏达教授出生于新北深坑 自小随着父亲在山林踏青 台湾溪水饱含他幼时的美好回忆 2000年后教授专注于新北溪水 创作了百幅溪水油画画作 这一次精选了21幅作品展出 让观察者感受到新北溪水之美 以油画为媒材 台湾溪水为主题 谢宏达教授举办水行天地溪水系列各展 教授从小跟随父亲踏青 留下对水的美好回忆 透过画笔展现他心中喜爱的各种水的样貌 道家说所谓上善若水 善力万物而不争 这个也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个说法 因为事实上我自己本身的个性也是这样 我很乐于助人 而且我为人一向低调 这跟水有点接近 所以我觉得可能有点物以类聚吧 就是我这个人的本质就比较接近水 所以就很自然就会爱它 就会喜欢画它 谢宏达教授2000年后 专注在新北石礁野稀 作品就有数百幅 作画时会细致描绘周围植物形象 搭配西石光影 让观察者一看就知道 这是台湾的水 透过画旁边的植物跟水 我把台湾特有的这种湿度跟温度都表现出来了 这个水不是美国的水 不是日本的水 这是台湾的水 就是有一个标志在那里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我画水 除了我自己的喜欢之外 我觉得我是在台湾 在地 本土 在发生 画作把水的清透到悠悠深沉 展现如照片般传神 又比照片更有细节与美感 而画水获得的宁静 是谢宏达教授领悟到的人生哲理 因为我生性疾躁 在我们家几个兄弟里面 我算是比较急的 性质比较急的人 我知道自己的毛病 然后我想解决它 我想要割除这个毛病 所以我就不知不觉去追求宁静 那这么多年下来 我的个性 我的脾气有改 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不只对我 对现代人这种工商社会 大家在焦虑压力之下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种